观众朋友大家好 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2023年的英国公开赛的16进8 丁尼辉对阵马克威廉姆斯的比赛 来看双方的第一局 马叔长台上手失败 留下了一杆进攻的机会 黑球一个向下的角度吃库弹起来 这样的话右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凌晨两点钟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首先要祝大家的就是中秋节快乐 这个黑球打进以后看一下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还是有下球 打红K红去带一下球队 稍微推出来一颗 还是非常的稳的 黑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高杆鱼库 粉球又右边的这一颗有下球 而且右边中带也有下球 这两颗都叫到了 选择这一颗的话直接可以要到粉球的 25 有的朋友熬到现在为了看丁尼辉也是根本就没有睡觉啊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期待丁尼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 嗯粉球打进 吃库再走过篮 好球 然后由下方抵蛋 这颗红球打进以后要找机会来K球队 哦 选择了篮球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第一个硬灯 再吃一颗中灯 嗯 灯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角度 要可以球队了 看一下K球的效果直接关系到这局能不能超分 一般 嗯 这根不管是接哪颗都是有难度的 灾法是稍微高了一点 先要左边中弹 嗯 顺利打进 这是强行把自己的公式接上了啊 之前双方是一共交手18次 丁尼辉11胜7负 这就有机会一干超分了呀 哎呦 粉球这个出竿是稍微够着点 好球 再来带一下球队 嗯 带开球队以后看一下剩一个小球队 然后最上方的这一颗 嗯 没问题 51分的领先优势了 目测再吃两套就够超分了 59分的领先优势了 好 这是又接上黑球了 今天会在观察这颗偏直的这个黑球的较位啊 怎么去连切下一根 还是有一点点像下 嗯 拉杆吃过 顶到了这一颗 66 左赛加的稍微有点多了这个效果 再打进一颗红球就延分了 直接转防守了 这没办法中的办法 哇 想往黄球后面藏住 但是稍微力度大了一点 在领先66 台面75分 看一下右向方底带的长台 哇 马叔也顺利上手了 马叔的准度是真好啊 打黄球了 黄球一哭下来 哦 直接蹬下来 要分球上方的这颗 那这颗叫的还挺勉强 马叔是准度好 但是他的围球不如顶你会 一个非常薄的薄球 嗯 好球 好球 不过这一杆接着是低分值彩球 现在是落后62分 打咖啡球的话刚好够用 落后58 台面59分 剩下的红球都得围黑球了 打红配红 这就接上黑球了 这对马叔的围球是一个挑战 向下吃破 弹起来以后右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直接往下一蹬 这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呀 这两球我们看一下 稍微向上的一个角度 低端登起来拉干吃库了 嗯 还是叫到了 24 哎 出现了问题啊 这一棵没有打进 这马叔第一局送了 第一局这是稳稳的送了一个啊 送带口球 连续的反转 本来眼看着马叔就要有机会了 结果关键球出现输 这就是斯木克的一个魅力啊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端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然我们还是更多的希望 丁尼辉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给我们送来一个中秋节礼物 是吧 而且让这些熬夜苦等的球球迷朋友们啊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嗯 现在收彩阶段 所有彩球都在点位 12 12 14 好 定点清谈 没有什么难度了 现在已经保下这局了 其实马叔的那颗红球打丢 直接决定了第一局就会输掉 21 嗯 帅带了啊 这样的话1比0 今天你会拿下第一局